Hello大家好,这是从来不修村民的小包 纵所周知,铁盖蕾是村庄的保护神 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打村民的 但是咱们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它打村民 其中一种是使用模组 用我手中的这个控制棒让铁盖蕾去主动打村民 但这个需要下模组了,不能在原版使用 在MC的低版本中有一种比较麻烦的 不需要加模组,通过指令就可以实现的方法 我之前也介绍过差不多的 首先用这条指令来生成一个被打上了标签的铁盖蕾 然后再用这个指令来召唤一个打了标签的村民 然后再用这条非常长的指令 以这个村民的名义丢一个雪球去砸这个铁盖蕾 那铁盖蕾知道了是村民打的它 自然而然就会去贬这个村民了 但是这个也太麻烦了 还得给它们打标签什么的 也好几条指令,特别的不方便 那最近的话在Java的1.19.4版本中 添加了一条damage的指令 这个貌似在纪念版中早就已经添加了 所以今天咱们教的方法在两个版本中都是可以使用的 首先咱们以Java版为例 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 damage,伤害 然后蓝色的部分是伤害的目标 这里的话是MC中的村民 然后后面这个limited我们不管 这个是必须要填的 接着后面黄色的数字是伤害的数值 10点 绿色的数字是伤害的种类 我这里写的是爆炸 有很多伤害的种类可以选 然后后面这个by加上紫色的 就是我的名字 来自我 总体来说就是让这个村民受到10点来自我的爆炸伤害 非常简单明了的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 那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指令 引起铁傀儡和村民之间的仇恨 伤害 铁傀儡 一点 魔法伤害 来自 村民 那村民用魔法攻击了铁傀儡 自然而然铁傀儡就会反击他 不过这个指令稍微有一点限制 如果世界上有别的村民或者铁傀儡 就会在他们中间随机抽取人造成和受到伤害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改个名 给这个被打的铁傀儡 一个叫做1的名字 然后村民给他一个叫做2的名字 这个时候我们指令就可以换一下了 伤害 名字叫1的人一点魔法伤害 来源是名字叫做2的人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的引起他们的仇恨了 铁傀儡就可以去追杀村民了 这样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 一条指令解决全部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也只需要一个指令 就可以让羊驼去主动打他们的主人流浪拴绳了 反正羊驼六亲不认 谁打他他就打谁 但是他只会打他一下 这个就很神奇了 那么根据这个指令 我们还可以引出一些别的问题 比如木影人 他到底能不能受到射箭的伤害 那现在我们自己做一下实验吧 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100点来自剑的伤害 然后来源的话就写经常欺负我们的村民好了 其实这里不写来源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提交一下指令 可以看到我们的死亡播报上面写 小包被村民射杀了 或者弄一个普通的伤害 会显示我被村民杀死了 还可以把它写成三叉戟的伤害 会显示我被村民刺穿了 这个死亡的播报会根据我们受到伤害的形式而改变 那我们放下一个小黑 可以看到小黑如果被剑射中的话 它是会传送的 我们是射不到的 就算我们用船把小黑困住也射不到它 那如果咱们使用一下这个剑的指令给小黑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显示了 把1.0伤害施加于小黑了 但是它却没有扣血 我这边放了一个循环的指令 可以不断地对它施加伤害 可以看到它的身上开始散出很多很多这个紫色的粒子 就算我们没有用箭矢射它 它也可以直接从代码层面来躲避这个伤害 那也就是说小黑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受到箭矢的伤害了 那同理还有恋人 这是一个不怕火的生物 我们给它火焰的伤害 左下角会显示它对这个伤害免疫 而它也是一种会飞行的生物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衰落伤害的话 也会显示对这个伤害免疫 可能只有小黑给它做了一个躲剑的动画 所以不会提示这个免疫的效果 我们可以给自己试一下 一个100点的燃烧伤害 我们会被火烧死 然后还有一个火烧的鹰啸 还可以被水给淹死 也会有一个溺水的音效 不过我发现了很搞笑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给鱼一个溺水的效果 它居然可以淹死 就离谱 而这些伤害虽然会表现在死亡播报里面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效果并不会实现 比如动物被火烧了 它的肉并不会变成熟的 村民被雷劈到 并不会变成女巫 僵尸被水淹死 并不会变成溺食 可能判定这些变化的出现 并不由这个伤害的类型来决定吧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我们今天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这个指令在机缘版中也可以用哦 不过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 具体也可以去看一下wiki 那么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